Owen,他想问A股ETF可否考虑 怎样看A股呢? 想问你的意见,买买策略是怎样? 对于A股市场来说 我相信A股或者内地经济 在今年上半年面对着很多的不利因素 我相信这些不利因素在下半年 还会对内地整个市场 或者对于内地的股票市场 还是会带来一个比较持续的影响 但是我相信在现在内地的货币政策 相对比较宽松 和内地更加注重维稳一个金融系统 稳定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上证指数如果去到3000 或者3000点以下 其实投资者不妨是作出一个 比较中线的部署 我们见到前一段时间上证指数 最低是跌到2800几点 而最近去到3000点的时候 其实是有见到有些承接力的 我自己就不排除 可能是内地的一些机构或者出手 希望可以维护整个市场 比较稳定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如果买一个A股ETF 投资者不妨是以3000点作为一个参考店 如果低于3000点的话 我觉得那个借薄率相对来说是出了来的 反而如果向上 越是偏离3000点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那么投资者就可能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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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或者等更好的机会才出手 我觉得都不迟 你自己有没有说哪一支e-CF 会比较高一些 在内地来说它会有几大指数 包括了上证、深证和一个科创 我自己来看的话 本身上证或者护心300的ETF 我自己看得相对比较好一些 因为始终上证指数它包含的种类比较多 另外护心300它本身股票的不同的类别也比较多 相对来说那个平衡性是更加之高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可以留意A股ETF的话 其实护心300指数其实都是一个不存储的资产 是否284,6 如果有没有 284,6 ONSEC护心300是否就是追踪 没错这种就是追踪一个护心300指数 其中一种是ETF 是的 大家都可以搜寻一下有什么ETF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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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